首先其實我今天一直在看 到底這個蔡英文 她的這個演說當中 其實有很多的重點今天 包含了 明明是民國110年 那為什麼蔡英文一直提到說 中華民國72年來面臨到的 種種的一些難題難關 奇怪了 我們什麼時候變成了72年 還有她這麼的一番話 她說到了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這個是從戰略模糊到 戰略清晰嗎 蔡英文在國慶當中 她提到了四個堅持 這四個堅持包含了 權力阻止現狀被片面的改變 但是我們看到了 到底是誰先做了改變呢 當然大家有學者也很擔心 這一番話會不會是在兩岸關係 這麼緊繃的情況之下 再一次的火上加油呢 這一番言論你聽起來會不會想到 很多學者想到的是 曾經阿扁提到的兩國論 一邊一國 現在大家也在想 蔡英文又拿這個底線來炒作 是否有這種挑釁的意味呢 還有美國怎麼沒有什麼反應呢 大使 對 蔡英文講這個話 我就想起來 以前有個連續劇 好像演那個一隻火柴的故事 他現在變成劉文聰 他就是要點那個火柴 他真的覺得兩岸還不夠 現在對立的還不夠嚴重 兩岸的氣氛還不夠緊張 那麼到現在都還沒有駁火 他大概覺得不過癮 一定要用這種非常非常 有刺激性的話來界定兩岸關係 當然話真的 很多話都可以講 很多話都看你怎麼講 你身為總統的話 人家說一言主義新邦 一言主義上邦 他這個話講的話就是對我們 我不曉得對他有沒有利 對我們在台灣的 2350萬的老百姓來講 是非常不利的 他又把我們往戰火的邊緣 再推進了 這次推得很厲害 我覺得這句話 基本上他講中華民國 可是他只講中華民國 70幾年 那麼而且他以前在選舉的時候 曾經說過中華民國 是一個流亡政權 然後這一次他慶祝的國慶 也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慶 他講的是台灣的國慶 所以他基本上 他心裡面沒有中華民國 還要把中華民國 拿出來說嘴的話 這個他的動機 他的目的就可想而知了 台灣事實上 中華民國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真正來講的話 你真正你只要講 在台灣的這幾十年 不要講在大陸的 那幾十年來講的話 真的對台灣來講 真的是一個寶貝 沒有中華民國的話 基本上台灣不會有今天 中華民國被民進黨這些 這些從黨外開始 一路抹黑 一路抹黑 可是我們都是在這段時間 成長起來的 我們看到我們從一個很貧窮的 台灣我們早年非常貧窮的 家裡面一年能夠一個小孩子 一年買一次衣服 然後就沒有什麼吃零食 什麼都沒有 可是我看到我們的經濟 從國民所得100美元 一直衝到1萬美元 然後以前我們 我念小學的時候 還沒有九年國教 然後就推動九年國教 然後看到我們台灣的外銷產業 看到我們台灣的民主政治 蓬勃發展 這些在發生的時候 都沒有民進黨 我看到的民進黨開始搞分化 搞抹黑 搞對立 開始搞仇恨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台灣 停止進步的時候 今天我想我們台灣 大部分老百姓 都是希望維持現狀 可是過去李登輝曾經講過 兩國論以後 兩岸真的差一點打起來 蔡英文他就是兩國論 當時主要的起草者 那他今天這個時間 又丟出比兩國論 更具危險性的一個言論 所謂這種互不隸屬 就是說你是你 我是我 基本上就是兩國論的2.0版 在這個時候丟出來 他有沒有考慮到 我們這些在台灣2300萬 50萬人 我們的身家財產 我們的未來 是不是都被他這種四個字 放到賭桌上去賭 做一個這個 現在他 他現在坐這個位置 真的是動見觀瞻 我覺得他難道不知道 所有的國際情勢的分析家 都在認為說 台灣現在就在戰爭的邊緣 那麼共機飛來幾十架 這些原因他要好好去探討 還有一個就變成就是說 他講的沒有錯 阻止 權力阻止現狀被片面改變 現在我說他這個兩國論 從李登輝開始他現在又提出個 2.0版的 這不是片面改變現狀嗎 那麼兩岸解決分歧 必須透過平等對話 這當然是我們支持的 可是問題就是說 四個主張裡面 只要有一兩個主張 他自己都做不到的話 提出來人家會接受嗎 然後你提出來這種 兩國論的2.0版 你要搞台獨嗎 對不對 你又不認同中華民國 你又把中華民國拿出來 放在當作你的擋箭牌 當作你的遮羞部 在我們看起來 真的這個人 真的從來沒有真正把台灣的 老百姓的安危放在他的眼裡 然後現在這個兩岸 一步一步走在 非常緊張的情況之下 他應該讓我們老百姓 我們要好好想一想 難道兩岸關係 就只有民進黨提出來的 這一個解方嗎 這個就在一念之間 我們好好想一想 當時馬英九的8年 我們的國際空間 是不是越來越大 我們的經濟 我們在國內 在台灣 我們各方面的開放 從來沒有看到 往這個民主開倒車的 我們都在往前面走 為什麼民進黨蔡英文上台以後 我們就今天到了戰爭邊緣 難道台灣只有民進黨說的路 算是可以走的路嗎 難道台灣跟大陸的關係 只有民進黨才能來決定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蔡英文用這個機會 把我們應該 也讓我們大家一起來深思 我們為了我們自己的未來 我們為了我們自己的幸福 我們為了我們子孫 能夠在這塊土地上安居樂業 我們是不是要再容忍 像蔡英文這種無端 去把我們的生命財產未來 都放到堵桌做豪賭的 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總統 我們真的應該好好檢討 我覺得不只是 我們應該考慮是不是要把他罷免 像這樣子的話 再做下去的話 真的 我們真的是 不曉得我們未來在哪裡 我覺得剛聽到大使講這番話 讓我突然間很有感觸 因為我突然覺得 國慶日怎麼越來越沒feel 從小時候 我不想暴露年紀 但是我們小時候 老師一定會給我們出一個作業 以前大家沒有這種電子日曆 我們以前要做什麼 要撕日曆 我們家三個小孩 我們最期待就是國慶日那一天 因為那一張日曆 上面有一幅國旗 三個小孩要搶那一張日曆 因為我們要拿免洗塊 我們要自己把它國旗剪下來 自己製作成一支國旗 我很記得那個情況 那個時候的國慶日 當然你說因為今年疫情 規模縮小了 但我覺得完全不是因為疫情 而是那種 你知道嗎 在民進黨的操作底下 每一年的國慶 真的是一年覺得 好像就是一個日子就這樣過去了 他的一個大內宣的日子 今年的大內宣 大外宣 也讓大家覺得相當的震撼 的確就如同剛才介大使所講的 兩岸關係整解 難道就只有蔡英文 提出了這一條路嗎 我們會不會就被蔡英文綁架了 一定要走上這條路 我覺得國慶日 應該大家來反思的是 我們剛剛說 我們要看的是未來 我們要看的是兩岸的未來 但是沒有過去則沒有現在 沒有現在我們彈何未來 那今天剛介大使講到一個 我覺得我很久沒有在思考 這件事情了 就是你知道有很多長輩們 他們是經歷了 像我們這一代的人 我們出生的時候 算是台灣已經經濟起飛 很富足的一個世代了 但是在過去 我記得我小時候常常聽我媽媽 長輩們 阿姨他們在講 以前的台灣是什麼樣子 他們說就像介大使剛剛提到的 小時候怎麼會有零食 如果有一定是你家開雜貨店 零食是拿來賣錢的 不是在你在家吃的 我媽媽說他們的零食是什麼 他說有時候好像米飯會黏著 那個燥底有鍋巴 然後撒一點糖就變成零食 我剛才突然介大使講說 我想到這一點 不曉得聊天室的大家 有沒有同樣的感受 還有在兩岸的關係的部分 聊天室我們來跟大家做個互動 你覺得就民進黨上任這幾年 兩岸關係是加分 讓你覺得更安定的 更有安全感的 你幫我加一 你覺得沒有 反而我們好像往後 大家越離越遠 跟兩岸越離越遠 讓你覺得隨時都很緊張 不得不開始在想 紐約時報今天為什麼講到 武統可以想像 你會覺得有這種危機感的 你幫我加二聊天室 我等一下來看一下 大家的說 大家的想法 首先今天不只是學者會緊張 其實我們光看到了 在國慶文宣裡頭 蔡英文講的話 當然講給誰聽 除了講給我們台灣人聽之外 講給世界聽 還有你要看的是 北京他會如何來解讀 在這一份的國慶演說當中 他提到了六次中華民國 三次中華民國台灣 48次的台灣 還有五次的72年 好 這個部分 待會我們再來細就這個72年 我們先來看一下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直接就批評了 你這個叫做割裂歷史 扭曲事實 民進黨分化台灣社會 大搞綠色恐怖 瘋狂打壓異己 這四個字又來了 謀獨挑釁 就是兩岸關係緊張動盪的根源 今天蔡英文說了這一番話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是否再一次的把台灣 推上了一個烽火邊緣呢 我們又在壓底線了嗎 一貞 你剛才講說 為什麼現在過國慶的感覺都不一樣了 為什麼不一樣了 因為國家不一樣了 中華民國正在一步一步的 被民進黨消滅跟重新裁切當中 我們現在的中華民國 是一個破碎的中華民國 是一個明明過110年生日 可是我們只講72年歷史的中華民國 消失了38年 為什麼消失了38年 那38年跑到哪裡去了 因為那38年有中華民國 跟大陸的連結 所以民進黨想盡各種辦法 都要讓這38年消失 唯有消失了這38年 中華民國就是從1949年開始 在台灣展開中華民國的新歷史 在1949年以前 台灣是屬於日治時代的 這是民進黨政治人物的 一個歷史學觀 這也是他們長久以來的 堅持跟主張 但是這樣的做法 某種程度來說 他們已經實質的在落實 台灣獨立建國的行為了 剛才大使有提到說 其實關於所謂的這個維持現狀 蔡英文其實是最沒有資格 講維持現狀的人 2016年蔡英文第一次 先改變了現狀 當時他從馬英九手上 接下政權的時候 以一個正常國家的程序 就算是你在野黨 接到了政權 那你某些重大的 這個國家的路線跟走向 你必須也要尊重前面的執政黨 所做的一些決定 所以兩岸之間 原本所達成的一個 互助 互惠的一個共識 建立在九二共識 這個一中各表的基礎之上 大家都以模糊來面對彼此 在主權上的爭議 這是當時的一個現狀 而蔡英文改變了這個現狀 改變了這個現狀 才導致了兩岸關係大倒退 兩岸關係跌到冰點 而今天我們看到在中華民國 110年的雙十節國慶的時候 蔡英文第二次改變了現狀 他連原本的模糊都不存在了 兩國論還叫做特殊的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還包含了特殊的 他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蔡英文今天明確的告訴了 北京政府告訴了全世界 今天就是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兩國 徹徹底底的兩國 我好奇的是如果真的這樣 蔡英文要不要把陸委會 跟海基會廢掉了 那既然是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兩個國家 那你就把以後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打交道的事情 丟到外交部去做就好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有陸委會 為什麼我們還要有 兩岸關係條例 為什麼我們還要有 這麼多相關的法規 如果你真的要執行 你徹徹底底的兩國 那麼你為什麼不敢修憲 現在的憲法要修改 民進黨在立法院的人數 是占絕對多數的 對民進黨來說不是一件難事 你既不敢修憲 推動實質的法理台獨 你又不敢把陸委會廢掉 把海基會廢掉 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廢掉 你明明兩岸之間就是存在的 一個模糊的主權爭議 可是你現在卻要逞一石之勇 告訴北京政府 挑釁北京政府說 現在我們就是兩個中國了 而且更令人擔憂的問題是 蔡英文的兩個中國 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中華民國 也就算了 至少那個中華民國 跟大陸有一定的連結 北京政府也許還不至於這麼反彈 但是蔡英文口中的中華民國 卻是一個只有72年歷史的中華民國 這對北京政府來說 這就是實實在在的台灣共和國 只是你拿中華民國 當作一個新的代名詞 當作一個擋箭牌放在前面 但是你背後所隱藏的 所維護的 所執行的 是民進黨的台灣共和國的主張 那這樣的做法會不會讓北京政府 判定已經踩到了紅線 會不會讓北京政府 認為已經忍無可忍了 就像剛才大使說的 蔡英文今天在玩一個賭局 她在賭什麼 她在賭北京會不會動手 她在賭美國會不會出兵 她在賭台海這一戰 如果真的打起來了 究竟誰會打贏 可是請大家想一想 蔡英文講的四個堅持裡頭 有好幾個堅持是大家共同主張 大家也可以認同的 可是那幾個堅持要用戰爭來完成嗎 我們有想過我們台灣決定要用戰爭 來捍衛台灣的民主制度 我們有想過我們要發動戰爭 來捍衛台灣的生活方式嗎 有必要要用戰爭的方法 來完成這樣的一個目標嗎 既然你要維護現狀 既然你要捍衛台灣的民主制度 既然你要讓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 能夠留下來 為什麼一定要用戰爭 不能夠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 不能夠用對話的方式來解決 不能夠用國民黨執政那八年 所建立起來的兩岸互動模式來解決嗎 過去那八年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台灣有被大陸統一了嗎 台灣有被賣掉了嗎 台灣什麼都沒有 台灣反而在過去那八年 因為兩岸修兵 在外交跟軍事的修兵 讓台灣得到了更多休養生息的機會 讓我們省效了更多 對原本邦交國或者對軍事採購 應該要投注的資源 而我們可以把那些資源 投回國內的教育 投回國內的基礎建設 那是國民黨帶來的八年 我們用和平捍衛了台灣的民主制度 捍衛了台灣的生活方式 捍衛了中華民國 而今天蔡英文是要選擇用戰爭 來完成她那四個堅持嗎 好 大謙哥剛剛講得非常有道理 讓大家覺得 其實早一輩的人只要想到 小時候那種烽火連天的狀況 沒有人想要經營那種狀況 對年輕人來說 或許好像只有在看電影當中 你會看到或者是在看國際新聞 但是曾經經歷過那樣的 戰爭的情況的 很多過去的這些長輩們 他們一定不希望自己未來的子孫 再同樣的面臨到這樣的情況 就如同大謙哥所說的 現在已經什麼世代了 難道你不能好好的溝通嗎 不能透過外交的手段嗎 剛才聊天室看到了很多人給我回覆 謝謝明包物語 他說在他小時候 小黃瓜 紅蘿蔔 白蘿蔔 豆干 都算是他們的零食 還有善小偉跟國家有關的節慶 幾乎都無感了 非常的可悲 邀請大家置頂連結 就是旁邊有沒有 深藍色這個 來幫我點一下置頂連結 來 飛到我們的中天新聞 中天新聞這是我們的子評 在子評這邊的觀看數 點閱數 都可以幫我們中天大大的加分 而且我會念這個子評裡面的留言 我們都會看的 另外 我剛才不是問到了 大家覺得兩岸關係 在開倒車往後走 讓你覺得更緊張的 麥玉英 羅來族 莊劍堂 財旺珠 大家覺得很緊張 另外 左看右看說 原來改朝換代的方法還有一個 叫做把別人統治的時期直接刪除 有空時代的網站 還有 Fortress 小雅 你擺放人數 很緊張了 那邊 你不是說 不怕 соответ